用了这个洗就是洗碗洗杯子都会洗得非常的干净 自从我用了这个以后啊 我就特别喜爱 为什么呢 因为减少了我用化学洗洁精的一些一些就是心理上的负担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Joanna澳洲生活 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既环保又健康的洗洁精啊 其实经常看我视频的一些朋友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粉丝朋友 我经常跟我聊天说哎呀Joanna我们两个人是那个兴趣爱好一致 就是特别喜欢自然天然的东西啊 特别不能接受一些那个比方化学的一些成分啊 我也是这样的啊 喜欢天然的东西自然的东西 当然我们这个澳洲的洗洁精哈 其实澳洲人都知道这个品牌 所有的大小超市都有这个品牌 这个这个已经是很好的了 但是我老觉得呢 他还是有一些我不知道的成分在里面 毕竟他的那个泡泡成分 他要起泡对不对 我们知道洗碗他要起泡泡的啊 那么起泡呢 这个东西我也研究很长时间 当然也知道现在有一种叫做椰子起泡剂 它是椰子成分以中椰子里面的成分提炼做出来的 但是他还是有那个化学成分在里面 为什么因为没有化学跟他起一个反应的话 他可能这个就是很浓的那个泡泡 他就起不来 所以叫起泡剂嘛 所以起泡剂基本上都是化学成分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如果要是没有起泡剂 没有就我们洗碗没有起来很多很多的泡泡 好像很难把那个碗洗干净 已经习惯了 从小我们就是 不管是洗头洗澡洗碗也好 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泡泡 才能把它洗得干净 自从我做了这一款 我自己自制的洗洁精以后呢 哎我发现了 他没有起泡 没有起泡的这种成分 因为我没有放起泡剂 我也曾经去尝试要买那个叶子起泡剂 但是我一查那个资料 起泡剂还是有化学成分 所以我就说 我尝试一下 我不要那个起泡剂 看是不是能把碗洗干净 把油泥洗干净 结果我呢 这么长时间用下来 的确不用起泡剂 那个油也好 这个茶汁也好 一些油垢 就是很重的油垢 它以那个污渍 那个油垢和污渍 它这样能够洗得很干净 所以说呢 我就就打消了我以前那个这个链头 就是说哎 一定要起泡 所以不起泡 一样可以洗干净 那么我今天是什么成分呢 很简单 这个第一个就是苏打粉啊 这个苏打粉呢 也是我们这边所有的超市都有卖的 而且这一盒蛮便宜的啊 这一盒是一公斤 可以用很长时间的啊 我要做卫生啊干嘛 我都会用它的 其实有时候我会把它当做那个就是我们中国应该以前中国有个去污粉吧 我觉得它有点去污粉的这种效果 去污能力很强 而且它还有那种因为有颗粒嘛 它可以有那个稍微重一点的那个那个那个油质啊或者重一点的一构啊 因为它可以达到那个去污粉的效果 这个非常好 这是第一个材料 那么第二个材料呢 就是这个就是醋啊 这个醋 这个我也是在Cosco买了这么大一桶 5L这么大一桶 也就才好像四五块钱 很便宜 所以我也是买一桶 用很长时间 那么另外呢 我还加了一个就是加了一个柠檬 因为它这个味道不是不是很香 哎 我觉得加了柠檬以后呢 那个味道很香 特别好闻 我就把那个 我会把那个柠檬汁也放一点进去 就这三个材料 那么最重要的一个材料呢 也就是水 这个是我们家的纯净水 我每次做多少呢 其实我是用完了我就做 因为这个非常简单 又好做 我就这一喷壶 这一喷壶呢 我大概这个今天我准备的就是400毫升左右的水 这个有刻度的 这是400毫升 正好我可以做这么一喷壶 就是400毫升的水 那么我呢就准备开始做啊 跟大家演示怎么做 我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容器 因为苏打粉溅了水以后 它会它会它会就膨胀一点出来 那么这个400毫升的水呢 我就把它倒进去 那么这个水呢 我把它倒进去了 但是这个水呢 要纯净水啊 大家知道我是一般比较讲究那个健康的人 家里面肯定是有那种过滤水的 一定要好的水 纯净水啊 好就是特别干净的水 这个水很重要啊 这个 那么我怎么放呢 其实蛮简单 这个 我先把这个醋 因为我加了200毫升的水 那么我再加 我加了400毫升的水 然后加200毫升的醋 就是水和醋是一半 一样一半 这个就是刚才是400毫升的水 现在是200毫升的醋 我把白醋就倒进去 好 你看 这个呢 我就把差不多200毫升的醋 我就倒进去 倒进去 倒进去以后呢 我再把这个柠檬 把这个柠檬切开 我把这个柠檬汁挤点进去 我把这个柠檬汁挤点进去 因为这个柠檬汁挤进去以后 这个就特别的香 柠檬的清香味道 把这个柠檬汁挤点进来 把这个纸要拿出来 免得籽掉进去了 把这个纸要要拿出来 把这个纸要拿出来 好挤进去 那么这个柠檬汁挤进去以后 也不要扔掉 你可以把它切的小小的 然后泡在 泡在那个弄点醋 把它泡起来 泡起来以后你下次用 就不用纸柠檬 就不用柠檬汁了 直接把这个泡的柠檬水 倒进去就可以了 就是要不要浪费 这个是我家的柠檬 然后最后呢 我再加苏打粉 苏打粉呢 我用这个勺子 我会加四勺 四勺 再搅拌一下 你看它这个面上的泡泡 它就自动就没有了 没有完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 就是倒在我们这个壶里面 倒在壶里面 好 基本上这就是 然后你看我这壶就做好了 很方便吧 又方便又快 这就做好了 那么现在我再来跟大家演示一下 那个洗碗 我们洗碗 洗油腻的盘子 它的效果怎么样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在家里面 就是吃饭 吃完饭以后 这个盘子不是装了菜吗 就会很多 比较那个残 就是残汤 渗水 油都在里面 那么我们来看看 它起盘子的效果 这个时候我会把这个拿上以后呢 就因为刚做 稍微晃一晃 然后我就来喷它 喷 你看喷的过程当中 你看你都看得到 它这个油啊 再往下流 油往下 油往下 再往下流 然后呢 你看啊 我就 来 就拿这个来洗 好 你看哈 我这个把它全部油洗干净以后 我就把它冲掉 冲掉 你看 听见没有 这个因为可能拍出来的效果 没有那种感觉哈 你看 听见声音没有 这个声音就是这个盘子 那个油污没有了 洗得很干净 洗得很干净啊 洗得非常的干净 这个盘子就冲得很干净 那么这个呢 这个呢 是一个杯子哈 因为喝茶的杯子 当然我们家没有特别脏的哈 这个我觉得已经很脏了 我们来洗洗看 你看看这边很脏哈 还有这边也很脏 这边也很脏 看里面都很脏 然后把它喷完以后呢 稍微把它 让我进 就放一下 好了 然后我就来开始 用这个 就洗碗的 就把它 就来滋一下 轻轻的一洗 里面的这些污垢 这些就是茶字 茶叶字 它就掉了 好了 你看这个杯子 一会儿功夫 你看 洗得干干净 你看一直就是叮叮哮响 所以用了这个哈 洗就是洗碗 洗杯子 都会洗得非常的干净 自从我用了这个以后啊 我就特别喜爱 为什么呢 因为减少了我用化学洗洁精的一些 一些就是心理上的负担 总是心理上觉得哎呀 觉得它不安全 还有一个呢 其实它还可以干嘛呢 可以可以洗水果 你比方说我们买回来的 就是不要修皮的一些苹果 西红柿 黄瓜 觉得我要是不去皮的话 老觉得不安全 自己不放心 那么我就把这个也是拿来喷 喷完以后 把它放一放 放个一分钟 两分钟 我再把它一洗 哎就吃起来就非常安心 所以自从有了这个以后啊 我洗碗 洗水果 洗蔬菜 我就特别的安心啊 大家知道我呢 是喝芹菜汁的 很多的网友呢 就说哎呀 那个芹菜 那个不洗 不洗干净 老觉得心里不舒服 因为感觉上还是有农药 那么我也是 我会把这个 把芹菜整个一喷 喷完以后 把它放个一两分钟 然后再来洗 这样的话 我那个喝芹菜汁 我也安心 也放心 所以自从有了这个 自己制作的一些 自己制作的这个 洗碗精 清洁剂以后啊 我可以在家里面 很多很多的地方用 非常的方便 好 今天分享的自制洗洁精的 一个非常方便 简单的办法 就跟大家分享 希望爱环保 爱健康的人 能够做起来 我们一起来 健康环保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